年轻网友经常在网路上炫富 po出了手捧大量现金或是代名表开超跑 才发现原来背后是在经营非法博弈网站 这名嫌犯利用Instagram还有抖音等社群媒体 不断地炫富而且想要招募会员 短短三个月下来 不法获利就高达1亿7千多万元 警方这回巡献歹人 还在他家中搜出了近千万元现金 走进名牌车各种角度都拍一次 搭配动感音乐20岁青年高调炫富 不只有名车水鬼名表 甚至还po出大量现金 白花花的钞票摆在眼前实在惊人 整张桌子都是白花花的千元大钞 一捆一捆的整齐摆放 到底是谁这么有钱还超过万名粉丝 引来警方网路巡逻关注 结果救出竟然是非法的博弈网站 原来这名年仅20岁的男子 利用IG和抖音私下招募博弈会员 让会员注册及开板下注 借此不法收取赌资 短短三个月不法吸收高达 1亿7千多万元 本市一名20岁陈姓男子 经常在抖音及IG上发布 手捧大量现金带劳力士水鬼表 开跑车之照片 日前警方持搜索票破门查气 还在男子家中当场搜出 968万元现金 不法吸金还高调炫富 难逃警方查气 并将深入追查上游的 林姓级阳性嫌犯 记得林朱强桃源报道